中国央行自去年11月22日重启降息以来,今年又三度降息并两次全面降准,即一次定向降准。 前一次为6月28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0.25个百分点, 并有针对性的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,为2008年12月末以来的首次同时降息降准。 就中国央行决定双降的原因,英国商会首席中国顾问吴克刚分析说, 等于是存在银行里面的钱的赚钱的机会少了,或者是赚的比较少了情况下,会刺激一部分的流动性进入股市。 华尔街见闻的报道说,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央行这次声明未提及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。 而8月25日的另一则华尔街见闻报道,援引光大证券海外团队就中国央行双降的分析说, 双降可能进一步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。 就中国央行为何决定实施双降这个问题? 民生宏观认为有三个原因。 第一,对冲外战下滑,人民币贬值压力之大,央行被迫抛美元资产进行外汇干预,相当于回收了基础货币。 这次降准意在释放长期流动性对冲,稳定利率。 之所以选择定向方式,亦在通过设定降准条件,激励银行放贷,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,同时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作用。 二,对冲经济下行,七月工业投资消费出口全面下行,八月财新PMI出指创09年以来的新低,商品数据也显示总需求没有明显改善。 三季度经济破七,压力越来越大,迫使央行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融资成本。 三,稳定市场情绪,人民币突然贬值,股市连续下跌与全球市场动荡形成负反馈,市场恐慌情绪蔓延。 周末,养老金入市等小招不给力,迫使中央加快放大招。 英国商会华裔顾问吴克刚的分析是, 我觉得因为有些钱离开了中国,然后中国现在需要增加它的流动性,能够使到经济里面有流动资金吧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吧。 华尔街见闻的报道还说,汇丰驻香港的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弗雷德里克·诺曼表示, 在未来几个月,中国央行很可能至少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00个基点。